我現在跟各位介紹那個曝光不夠的修正的方法 那我們之前有講過我們為了讓它有點過的曝光 是來減少這個暗部的雜訊 那那個王大哥拿給我這張相片是曝光不足 那我們知道曝光不足這個相片的底部 曝光不足的部分它整個都黑黑的 那這個部分一定是很多的一定會產生很多的雜訊 那我們之前講過那個暗部會產生是雜訊最多的部分 那要保持這些要讓消除這些雜訊又要保持這個光的存在 它這個光芒拍得很好 但是你又要保持這個光芒 又要消除雜訊讓它變亮 那所以這個就要分開來處理 保留它那個光芒又要消除那個暗部的雜訊讓它變亮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處理這樣的一個相片 首先這張相片我們先因為它是漏檔 所以我們轉過來以後把它互製一份 那互製一份這張相片我們把它Ctrl接互製一份 這張相片要做什麼呢 首先我們來對它做進行這個色階的調整 色階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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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裡面色階的調整 在模影像調整的色階裡面 好那色階裡面調整我們可以調整上面的色階 那左邊調又更暗 右邊亮部往左邊會調亮 調亮 可以讓它更亮一點 那中間的色讓它更亮一點 如果你調暗一點 中間它就更變 那我們就沒有達到這個效果 那這暗部往右調就更暗 所以暗部沒辦法調 對不對 暗部沒辦法調 那中間部可以調亮一點 調亮一點 亮部可以往左邊調一點 但是這樣還沒辦法達到這個暗部的效果 我們可以看暗部 我們還沒辦法調到這個暗部這邊的效果 樹的效果 那調亮以後你看 哇這個是雜色這麼多 天啊你看 紅的綠的雜色這麼多 我們打開暗部才知道 所以我們在這個設計這個部分 我們必須要來調整 輸出設計的範圍 我們黑色把它調過來 讓它調亮 我們這樣就可以看清楚 它到底的色 顏色 顏色影像在哪裡 亮部呢 有一點點亮的部分 我們給它調暗一點點 調暗一點點 亮部的部分 我們給它調暗一點點 調暗 你看 這樣太亮 要調 調暗一點點會更好 它的光芒也會更好 來看看一下 亮部的部分 亮部的部分 亮一點點 OK 那個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中間色 那你可以自己調一下 自己調的顏色 調到包括色階 但處理完了這個色階的部分 我們再來做細部的調整 因為調整中間 把兩邊往左邊調 那來處理中間這個部分 好 那這個調好以後 我們就按確定 所謂確定好了以後 我們就開始要來處理這些問題 好 來處理這些問題 好 那這些問題 有哪些問題呢 就是噪點 那你把它變亮了以後 你看這邊 這邊很多噪點 噪點 你看彩色的噪點 超多彩色的噪點 你看彩色的噪點 好 就會跑出來 那這彩色的噪點 我們就可以用 開始來處理 用CAMELOW 先來做第一波的處理 再來第二波 我們再來用那個 去雜訊跟瑞麗化來處理 好 那第一個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亮度 那你覺得說 你這樣的亮度夠不夠 好 自己感覺如果你真的不夠 那你可以再調亮一點點 調亮一點點 好 那我們盡量把它集中 先不要讓它過 等一下再調 來調 等一下再調 所以我把我 左邊推一點點 左邊推一點點 對比度也把它降低 對比度降低 它會往中間縮 對比度 對比度 暗部 亮部 亮部往左邊縮 讓它減少 亮部 就這樣光芒 光芒 OK 但是也不能太 不然光芒就不見了 不見 陰影的部分 往左 好 白色的部分 往右拉一點點 這其實可以不用拉 因為你拉了以後 等一下我們再來拉好了 好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 在什麼 銳利化這邊 那銳利化 因為我們先除雜訊 因為現在銳利化 那不是更多嗎 所以我們就來去雜訊 那去雜訊要看 暗部的雜訊 那其實暗部的雜訊 你可以分兩部分 暗部的雜訊 再來那個 處理亮部的雜訊 你可以分兩部來做 你可以分兩部 好 那個這個部分 我們先 除亮部的雜訊 因為亮部沒有雜訊 所以說我們這邊可以 那個雜色 雜訊少一點點 等一下再來弄多點 把它弄掉 雜色 變黑白 你看 它不夠 那這樣還是不夠 好 那我們雜訊減少一點點 好 按確定 好 那第一波我們已經做完了 那似乎我們做的還是不夠好 那我們其實可以分兩部分 跟亮部跟暗部來做 好 亮部跟暗部怎麼做呢 我們 我們在它的色板這邊 我們選它 Ctrl選它就是亮部的部分 這是亮部的部分 亮部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Ctrl接起來 那我們就不要再處理它的 處理它的那個 這是亮部的部分 我們就不要 我們就不要去處理它那個 雜視的部分 那這個暗部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選它選起來 然後再緩轉選取 緩轉選取 選到暗部的部分 那暗部的部分我們在用Cameralo 那我們再把它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 我們再做一次Cameralo的暗部 那這次暗部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針對它來處理 針對它來處理 那處理什麼呢 雜訊 那雜訊在哪邊處理呢 在這個雜訊減少這邊 那雜訊減少 暗部的部分 那我把它的雜訊全部減少 不要多理我 可以嗎 好 OK 那就把它處理掉 有看到嗎 好 那這個雜訊部分就會 看一下有沒有變少 你看 雜訊的部分 你看 雜訊的部分 一點點都 都已經快不見了 對不對 那再加上那個 那亮部 亮部我們不要 亮部不要動 亮部就保留原來 所以亮部的部分 我們沒有動它 你看光芒還是在 但是 盡量不要讓它少去光 光芒那個 感覺 有一點點 失去那感覺就不好 一定要保留它的光芒在 光芒很重要 對不對 因為拍照這一張就是要光 那暗部都有 好 OK 這樣就已經 完成的差不多了 好 那我們再繼續把它合成起來 再做第二次的 那第二次你可以用這個來做 那個 銳利化來做 那這個銳利化 那個去雜訊跟銳利化 那你可以用這樣子來做 減少雜訊 或是去除斑點 那減少雜訊 你可以不要做太多 你強度真的不能太多 因為你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你只要二差不多就好 好 那就保留一下細節 保留細節 那銳利化細節 一定要保留一下細節 一定要有細節 不然 你如果沒有細節就不見了 差不多二三四 強度不要太多 這樣可以嗎 不要太多 好 那這是我們做去雜訊的 去雜訊 那第二步我們再來做 濾鏡裡面的銳利化 那用智慧型銳利化 那最銳利化以後 我們就開始要來看 要看哪裡 要看這個光芒 好那我們就 把這個光芒的地方把它找出來 好光芒的地方把它找出來 來看這個光芒有沒有銳 要銳利才可以 就用這個好了 所以我們總量就可以增加 然後強度就可以增加 那它是不是光芒會更銳利 有嗎 會更銳利 有喔 那就要配合減少雜訊 更銳利 有沒有看到這個光芒 總量在增加 強度在增加 好 你如果這個光芒已經看到了 那你可以再看別的光芒 那你給光芒以後 你會發現 雜訊會增加 那我看一下 這個 在這裡面 我把它放大這裡面 好這兩個光芒 還可以 好這兩個光芒算是還可以 這一個 光芒 還有這個光芒 好 那這樣就可以 這個光芒 好 看看看看 會不會是很銳利的 那你可以打開看看 好這邊 好那總量你可以再增加 你可以打開到最大 這樣就太過分了 好 那你可以再小一點 不能那麼過分 但是還是保留它的那個強 總量跟強度 對立化 好 那減少雜訊 可以再多一點 因為減少雜訊 它光芒的角就不見了 那陰影這邊你可以調整 你要不要把它淡化 好 陰影那 淡化量就是它的強度 這個細微的半徑 陰影的部分 邊緣的部分 你可以調一下那個邊緣 然後強度 強化它的邊緣 5% 強化它的邊緣 強化它的邊緣 強化這個細部的邊緣 好 淡 淡化量多一點 裡面 這個細部的裡面的邊緣 那量部的部分是這個 那你也可以調 淡化量裡面 好 然後你的寬度減少一點點 好 好 那半徑 好 陰影的部分 那也可以做一個調整 讓這個光芒更好 好 那這樣就調好 就是我們要的這個 黃紙的那個 亮度 那有點 有點過頭了 那還好 但是就是 那我們現在已經做好的調整 那我們看到我們的 設計分布在中間 那我們必須把它調回來 原來的樣子 那怎麼調回來 按按按按摩 就按 CAMERA LAW 再把它調回來 好 好 那再把它調回來 你可以 從基本的開始調 我是用基本的方法 我還沒用到外掛程式 那把它拿過來 亮一點 亮一點 好 那再對比度加高 對比度 對比度加高 OK 那暗部 亮部 我們把它增亮 增亮 好 陰影的部分 我們將低 好 白色的部分把它增強 黑色的部分把它減少 黑色的部分 還回到原來黑色的部分 好 那但是黑色 那還是看到細節的黑色 不是整個黑色都看不到的黑色 那我們再來做這個文理 紋理 紋理 那你就紋理不能要加深 就可以看到紋理 看你要不要看到牆壁 那你就可以給它加一點的紋理 清晰度給它弄清楚一點 清晰度弄清楚 它那個光芒就會出來 光芒就出來 好 好 把額度給它加一點點 好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藍色的 我們現在藍色的要過來一點點 我們可以取藍色的 讓它 在這個暗部的藍色 我們可以 跑到亮部一點點 那這樣就不會 看起來暗部很多很藍 有看到嗎 加一點點就好 往上調一點 那藍色的就會過來 好 那一樣瑞麗化 再加一點點 雜訊應該是沒有了 雜色應該是沒有了 再加 強化一點點 好 OK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那個細部 那這個暈暈就給它加一個暗邊 看起來比較有質感 好 OK 那這樣就做好了 確定 好 好 那做好了以後 我們來發現一下 那個 它就是我們要的 但是假如你沒有發現到 欸 有很多細節不見了 那如果說 你還要回來 它原來的細節 好 你可以在這邊 加一下你原來之前的細節 像說 好 你現在都有了 但是我希望 這個 它這個光芒還在 對不對 對 我就是要光芒 我沒有細節怎麼可以 這樣了解嗎 那沒有細節 你要把它銳利化 你會把光芒找回來 這樣了解嗎 你再Ctrl這一份 把它電正化 電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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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白色是沒有影響的 好 你把它拉到最上面 再把它曝光 然後再把它用遮瑟片 把它整個 把它包覆成黑色 把它黑色 那針對這個光芒的部分 噴這個 我們把它放大 給你看 針對光芒的部分 我們用白色的 筆刷 然後差不多50 50 把它多小一點 然後再這光芒 就把它刷一刷 你看 你沒有又回來啦 有沒有 有沒有又回來啦 有沒有 因為你光芒還要 你就只刷光芒的地方 因為 因為我做了其他的處理 所以我光芒的細節都不見 所以我為了要有這個光芒 所以我把光芒的部分 保留原來的細節 這樣就用光芒的部分 把它保留光芒細節 那其他的部分 讓它看得更清楚 銳利壞的 你看這個都可以喔 光芒的部分 光芒的部分把它刷一刷 光芒的部分 有看到嗎 光芒的部分 把它刷一刷 那這個部分 你可以用怎樣 你可以用漸層的鏡把它用 好 你像說如果你不用刷 刷太麻煩 你可以用漸層的 那你可以用這樣刷也可以 好 像這個光芒 這邊是亮部 是我要的 那就可以把它 稍微刷一下 稍微刷一下 那就原來的 保留原來的樣子 然後其他的部分 會更清楚 這樣就可以保留原來的樣子 又 這邊就回來 就不一樣 好 OK 那這樣就可以 又原來的亮度 又黑色的部分 又會跑出來 好 那我們可以再做一次 你把它合成起來 可以再做一次 最後的那個 你看這有點白色的 然後你可以再做一次 那個更清楚的 那個清晰 清晰 清晰 那你可以把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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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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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個清晰度 再做個調整 再做更調整 文理 文理 更清楚 文理更清楚 好 去朦朧 更清楚 去朦朧更清楚 好 清晰度更清楚 好 文理 文理更清楚 哇 你這樣看 是不是有一張 非常銳 晚上 非常銳利的 一張圖畫 大家試看看 試看看 你可以得到一張很銳利 而且 非常清楚的 一張圖畫 這樣可以嗎 好 OK 那這個就是 我們要做的目的 前面 那個 前面 後面比較清楚 那這邊可以 你如果想說 那我這邊可以做 模糊一下 可以啊 那你再用 那個 濾鏡的那個 模糊 濾鏡的模糊 用一個什麼 用一個 那個 那個 形狀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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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給它一個 範圍的模糊 不是形狀 就是 區域 鏡頭模糊 好 景色模糊 好 那你就可以給它 去一個位置 中間點 大一點 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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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它拉大一點 光圈要拉大一點 好 OK 放到這個中間 這個比較清楚的地方 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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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點 好 那個地方 就可以把 模糊點點就好 這樣子 好 OK 那這樣就可以達到 你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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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模糊 但中間 中間 中間怎麼不是很清楚 再做一次 因為我把中間模糊掉 好 我們再做濾鏡的 模糊 中間這邊是要清楚 好 那中間是清楚 旁邊是模糊的 外邊是模糊的 那你可以這樣做 就會達到更好的效果 更好的效果 確定 好 這樣就是我們要的一個 那個 完整的一個 處理一個黑色整個 整個看不到的 而且這樣看出去 是更有層次感的一個 亮度 亮度 好 OK 那就大家可以試看看 試看看